因为这个这个戏本身呢 是吴刚老师介绍我过去的 吴刚老师呢是我好朋友 所以他就说呢 看着有杜组这么一个角色 戏份不是很多 大概你跟冯老师 大概就是一两天就拍完 然后呢这个我建议 你看你先看看这角色这词 你你喜欢不喜欢 就达康书记跟您说的 给我点钱我就去 没问题 完了之后 这所有剧组的演员 这次的片出的非常非常之低 为什么我是写在这个 友情出演里的最后一名呢 刘伟呢我的名字 我们真正是友情出演 而且呢李璐导演呢 我们大概三十年前就认识 我在化妆的时候呢 李璐导演过来之后呢 瞄了我一眼他走了 完了之后那画上是说 这就是李璐导演 哎我后来待会他过来 你还认识我吗 哎呦我说对不起 我有点不敢认你了 临近的1987年 你跟马继老师 在我们南京有一个 相声的新作品巡演 是马继老师新作品巡演 我们所有的徒弟都参加了 他当年是在相处电视台 帮我们接待我们 给我们录像播出 当年他做综艺老师 所以你看还是非常有缘分 太有缘分了 跟见冯雷 您先别告诉他迷笔啊 你认为你第一次见刘伟老师 是什么时候 你认为 就面对面啊 不是电视上啊 面对面 我跟冯雷 我们俩应该 其实我们俩年龄 应该差不了太多 差不了 我80左右嘛 对我是 我80前啊 他80后 左右 不前后 左右 但是呢 您记得 您第一次面对面 见到刘伟老师 是什么时候 你认为这一次是你们第一次面对面见面吗 你要这么问肯定不是 你这么多 我有点紧张了 你不了解我 我说话全是坑啊 就说了吧 你也就80前 是吧 左右 左右 我们俩小的时候啊 刘伟老师那个火啊 那个 哎呦 那个春晚上那个精彩的表演 真让我们深入人心啊 所以你认为 春节晚会 我有一次88年春节晚会 我去唱了一个小合唱 你还上过春节晚会 88年 你别吓我啊 上过 上过 后来 你上 满月了吗 刚满 刚满月了 所以我觉得人生啊 都是缘分啊